我們是奉耶穌名祈禱 就不是邪靈來的 除非這個人本身有邪靈 如果那個人本身有邪靈 譬如他犯罪或者有問題 就算奉耶穌名祈禱 邪靈都仍然在他身上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人是親近神 或者我們本身是親近神 就算那個人是有邪靈 或者不是那麼好 我們都會知道 都不會侵犯到我們 如果我們沒有破口 他就侵犯不了我們 即是我們可以相信這件事 我們本身跟神有密切關係 就算有邪靈都不攻擊到我們 但有攻擊到是因為人有罪 但因為有很多人 對於聖靈不是很開放 所以他就見到 在聖靈的圈子裡的人的經歷 他們就會說不知道他是不是 但在我們的圈子裡 我們知道我們都是親近神 以及處理生命 即是你看到是處理生命 並且有生命的果子 都是行神的路的 援出神的愛 神的關心 神的喜樂 平安 以及遵從神的吩咐 而祈禱的時候的人 是得醫治得安慰的時候 這個就是聖靈 一定是聖靈的 只要說 譬如你去一個聚會 那聚會你不認識的 那時候就有可能 有時候有些人 他本身的生命不得結席 但如果在你自己的生命 你都處理生命 你又經常渗近神 你不用擔心那是邪靈的聖靈來的 你一定知道是聖靈來的 但有些人他們因為不相信聖靈工作 所以他們就會說 這些靈的工作你不要接受 就好像很籠統 全部都不要接受 但當人是愛慕神 是遵從神的時候 是不需要擔心的 但我們的確要分別 如果有外來的人 或者你去到一些群體 他們為你祈禱 是不是一定是聖靈的工作呢 有時候可能不是 有很多都是 有沒有一些 夾雜的一些人 他們本身的生命都是有破口的呢 是會有的 即是有時有些人會有 這個我們是應該分辨 那你們就 在你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就會說 你不是四處走去接受 任何人的祈禱 而是你可以學習 有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學習 而你看到他的教導 是很合乎聖經的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問題 就算他為你祈禱日 都不會有害的 因為他不會影響到你 就算一整天 你又找回來 就可以了 就在我來說 是不會擔心的 但因為有很多人 對於聖靈開放 他們就會很擔心的情況 但其實如果我們是 我們是處理生命 有四年充滿 是不需要擔心 那樣東西 但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自己去過 很多聖靈的聚會 我就發覺 你去到那個聚會 多四年充滿都好 那聚會完之後 開始聖靈的同在就會減低 到第二天又再減低 到第三天又減低 是在乎你保持的 即是你去過多強的聚會都好 你過後都會減低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保持 即是我們其實 譬如在這裡 每個禮拜 我們一起祈禱 而你回家又保持 你是會保持到聖靈充滿 但我們當中 有很多人 都是未夠投入 所以那個充滿程度 是未夠高的 但你說我去其他聖靈 會不會有幫助呢 有些會 即是我不知那個人 我不認識 有時有些的而是不會 我曾經接觸一個 在宣教的地方 接到一個當地 她說是牧師的一個人 後來我發覺 原來她和女性 就是 時時都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並且她自己親口說 她有淫念那些事 她又說是牧師 並且還說了很多說話 即是 我可以說不是聖靈的彰顯 其他時候那些人的彰顯 是跟我們的彰顯很不同的 她怎樣呢 她彈跳得很危險的 直接要跟她取那雙鞋 因為怕她踢到人 那個人我都怕她受傷 四個人掛著她 怕她撞到人 那我就 我就 就開始有些 懷疑有些很強烈的彰顯 失控的彰顯 那些 有時可以是 邪靈都可以的 但是呢 在 當一個群體你熟悉她 你知道她也是行神的路的時候 是親印神 都是愛慕神 就不會招惹到邪靈的 是人在罪中才會招惹到邪靈的 還有沒有跟從神的教導 或者是追求一些經歷 總之不是走神的路的時候 可以招惹邪靈 但是這個情況在聖靈圈子 不是很多的 不是說 好像周圍有些 不知道是否都是邪靈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不接受聖靈工作 她就覺得這全部都是邪靈工作 但是其實他們有沒有去測試 他們沒有去真的測試 那這些人是否真的邪靈 他們會很懷疑那些是邪靈 那我希望 其實有任何人想來測試 我們看看是否在聖靈 因為邪靈的工作 我是歡迎的 因為在聖靈工作 你怎樣測試 都會發覺都是聖靈工作 和聖靈工作 都會在聖靈工作 還在聖靈工作 玩樂 在聖靈工作 一日後 還在聖靈工作 和聖靈工作 都會成功 材質 一日後 你也會想到聖靈工作 一日後 你會想到聖靈工作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